这是人民需要的东西 你一定要把它做成 哪怕它只能致也许三分之一 也许四分之一的力 所以这就是人民的重头 现在同事的这种接控材料的合成 应该说是准备国际的规矩 我们通过完全的化学的手段 为人类社会创造一些新的材料 真理的探求 它是一个逐渐的接近的过程 你要了解有多少问题 前人没有解决 有多少问题 有待你去了解 对一个问题的突破 如果你原来没有准备 没有接览 你不会看到这些问题 我们在设想 如果我们能够把太阳的电视 以粒子电视做成纤维 纤维就可以把它变成织物 最后形成衣服 在不久的将来 这类纤维材料可能跌幅 我们的生活方式 创造人类全新的威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 作为学生 你们的梦 就是好好学习 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 解除病人的痛苦 而我的梦 就是全身心 透露到教学工作中 教好书 这样每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中国梦也就实现了 一个人有两次生日 第一次是从无到有 肉体诞生 第二次 则是像种子一样 破土而出 精神的觉醒 任何生命 都有其结束的一天 但我毫不畏惧 因为我的学生 会将科学探索什么的养殖 而我们采集的种子 也许会在几百年和的每一天 分布 到那时 不知会完成 多少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